希特勒在入侵苏联之前曾经说过一句话,苏联就是一栋破房子,我只需要踹上一脚,这座破房子就会轰然倒塌。 而促使希特勒说出这句话的,正是爆发于苏德战争前夕的苏芬战争,芬兰人更喜欢管这场战争叫做冬季战争,也正是这场战争让苏军在德军之前就已经尝到了冬天的恐怖滋味。 一般来说,在现今的史学界,苏联总是会被是作为俄罗斯帝国的直接继承人,事实上的情况也的确如此,但是苏联的直接控制领土范围,却并没有重新达到一战开始前俄罗斯帝国的领土面积顶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俄罗斯帝国中的两块地区在一战后取得了彻底的独立。 其中一个是波兰,不过波兰在二战之后重新成为苏联的卫星国,基本上和重新控制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 但是另外一个国家却始终没有回到苏联的怀抱,这个国家就是芬兰。 芬兰人为了从俄罗斯人手中获得独立的权利,与苏联人进行了三场战争,分别为芬兰独立战争、苏芬战争以及卡雷利亚战争。 而这三场战争可以说是在短短的二十年内集中爆发,第一场某种程度上属于一战的延续,第三场则与二战同期进行。 但是苏芬两国之间的最高潮战争却要数苏芬战争了。 芬兰人喜欢管这场战争叫冬季战争,因为这场战争爆发于1939年的11月,而指挥芬兰人民进行冬季战争的曼纳海姆将军,则将这场战争称之为继续战争。 在他看来,冬季战争就是芬兰独立战争的延续。 而冬季战争的最终结果,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曼纳海姆个人的出色指挥所达成的。 正是由于曼纳海姆日复一日地要求芬兰军队保持战斗力,要求芬兰政府修建曼纳海姆防线,要求芬兰人民时刻警惕苏联。 如果没有这些,那么在冬季战争爆发的时候,芬兰人一定是猝不及防的。 如果没有曼纳海姆这个精神图腾,那么芬兰人也未必能够战斗如此勇敢。 如果不是芬兰人在冬季战争中打得如此漂亮,那么芬兰的结果恐怕比立陶宛强不了多少。 最终的结果,无非都是成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 芬兰也不会成为苏联唯一没有收回的沙俄领土。 但是,冬季战争时,芬兰所面对的苏联,毕竟已经不再是当初的那个新生的苏俄,苏联的实力比起苏俄要强得多。 因此,冬季战争相比芬兰独立战争,要更加残酷得多。 在芬兰独立战争之后,虽然苏联勉强承认了芬兰又以政府的合法性,并且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 芬兰也如苏联所愿,成为了欧洲大陆上的一个永久中立国,和德国保持了相当的距离。 但是,苏联对于芬兰的渴求,从来都没有丝毫的减弱。 这主要是因为芬兰的地理位置所导致的芬兰地处列宁格勒的西北,距离这座苏联经济文化中新的距离相当的近。 如果芬兰岛向西方或者德国,那么伟大的圣彼得堡将会处于敌人的火炮射程之下。 我们现在看芬兰与俄罗斯的地图,会发现今天的芬兰距离圣彼得堡,其实是有着一段距离的。 但是事实上,在二战前夕,这块中间地带事实上是芬兰的领土,只是在苏联取得冬季战争的胜利之后,从芬兰人的手中硬抢过来的。 而在1940年,这片领土也成为了苏联对芬兰开战的主要原因。 虽然在最开始的时候,苏联是尝试通过谈判的手段,从芬兰手中拿到这片土地。 斯大林希望用芬兰东北方向的一大片俄罗斯领土换取列宁格勒以北的区域。 用斯大林的话来说,这是一笔无比划算的买卖,没有人会这么蠢,只有我们苏联人会这么蠢。 从纸面数据来看,苏联给出的领土,的确是他们想要换取的芬兰领土的三倍。 但是问题在于,苏联给出的土地,全部都是荒无人烟的血缘,是不毛之地。 但是圣彼得堡以北的芬兰领土,却是有人居住的,不仅是有人居住的,甚至还是芬兰的核心工业区之一。 芬兰人自然不肯换,冬季战争也就因此爆发了。 对于此时的斯大林而言,他刚刚打赢了诺门罕战役,和德国一起瓜分了波兰,正是信心的巅峰期。 在他看来,一个小小的芬兰,根本就不是苏联的对手。 然而,正是这个小小的芬兰和芬兰的守护者曼纳海姆将军,好好地交理一下斯大林到底该怎么做人。 芬兰的地形和蒙古的草原,以及波兰的平原都有着很大的差别。 芬兰与苏联的边境地区,很多都是荒原、雪原以及山区。 这些地形不便于苏联的大机械化兵团展开作战,反倒更加适合芬兰步兵化整为零的作战方式。 不仅如此,芬兰的这种地貌特征,也注定了其人口数量肯定不多,区域内的居民点数量也比较少。 加之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芬兰军队与政府就已经提前疏散了边境地区的民众。 这也使得苏联人很难在芬兰境内得到补给,绝大多数物资都需要从国内运输到芬兰。 但是苏联的道路条件,我们都很清楚,芬兰的道路条件就更差了。 由于斯大林自大的将战争的发起时间选在了11月,这也导致苏军不仅需要面临地形的问题,还需要面临天气的考验。 此时的芬兰已经进入了冬季,漫天的大雪能够下上一个星期。 在这种情况下,芬兰的道路很容易就会被大雪彻底地封死。 苏联的运输车辆在这种情况下更加难以行进。 更何况还有芬兰人持续不断的游击作战与破坏行动,道路更是时不时地就会被破坏,苏联工兵80%的时间都要拿来重修道路。 不过,这些对于苏军来说都不算是什么无法克服的问题。 冬季战争中最可怕的,其实还是芬兰的人是芬兰的士兵。 这些北欧人真的是苏军在二战期间所面临的最为强悍的敌人。 芬兰人在是苏军所有敌人中唯一一个真正清楚自己到底为何而战的敌人。 芬兰的士兵们个个都是在爱国情怀的感召之下,参与这场伟大的魏国战争的。 在战争爆发之后,甚至就连芬兰的左翼都选择与国家站在同一边。 曾经在独立战争之中,被曼纳海姆杀得人头滚滚的芬兰城市工人。 他们在冬季战争时也不得不感叹,幸好现在芬兰还有一个曼纳海姆。 冬季战争时期的芬兰是空前的团结的,冬季战争期间的芬兰军队也是战术战略军在线的。 芬兰人并没有选择在边境线上就和苏军展开决战,反倒主动后退到了卡雷里阿底下。 这里有着芬兰精心构建多年的曼纳海姆防线,芬兰军队依托着这道防线,与苏军展开了防守阵敌战。 然而,面对这道曼纳海姆防线,苏军却是一步都迈不过去。 苏军主要依托的坦克与重炮,在这里全都排不上用场。 坦克被陷在雪堆之中,重炮在每天早上都会被冻住。 而在苏军的背后,还有着成群结队的芬兰游击队。 他们乘着雪橇,从布满大雪的山坡上滑下,用手中的步枪精准地为苏军带来死亡。 然后,他们会在苏联人反应过来之前,就再次乘着雪橇滑走。 这些芬兰士兵每个都穿着白色的伪装服,他们也被苏军称之为白色的死神。 但是这些白色的死神,也不总是伴随着寒冷而来,他们有时候也会为苏军送来一些温暖。 这份冬日里难得的温暖,就是著名的墨洛托夫鸡尾酒,也就是燃烧瓶。 这种武器拿来对付苏联的坦克,可以说是有着奇效,对于步兵来说同样如此。 火焰一旦开始燃烧,就很难被扑灭。 这个名字的起源也是相当的有趣,因为苏联久攻不下曼纳海姆防线, 于是开始对芬兰的后方城市进行惨无人道的大轰炸。 而当时的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将轰炸称之为送给芬兰工人同志的面包篮。 芬兰人以笔之斗还笔之身,也将燃烧瓶称之为送给莫洛托夫同志的鸡尾酒。 芬兰军队的持续胜利,甚至让曼纳海姆本人都不得不感叹, 我从未想过我的人能打得这么好,我更没有想到俄国人竟然会这么糟糕。 然而芬兰人的奇迹却无法一直维持下去,因为芬兰与苏联之间的国力差距终究还是空前大的。 苏联可以调集上百万大军,进攻一个曼纳海姆防线, 但是芬兰军队的人数却在一天一天地减少, 他们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支援,也得不到军队不原。 在曼纳海姆防线被突破之后,芬兰人也只能选择一核, 但是至少他们是体面的,他们维持了自己的独立, 他们也向全世界证明了,小国不是打不过大国要有信心。 而在不久后的卡雷利亚战争, 芬兰人再次用同样的方法保住了自己来之不易的独立, 只不过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